下一個十年期總貨需求是42萬8千個單位 我們因此將供應目標定在43萬個單位 這個供應目標跟去年的數目是一樣的 我們決定將下一個十年期的公私營火供應比例 繼續維持在70比30 按這個比例 在總貨供應目標的43萬個單位裏面 供應貨供應的目標是30萬1千個單位 私營貨供應目標是12萬9千個單位 就供應貨供應考慮到市民對國內供應貨的需求 我們決定將下一個十年期的公屋 六自居以及其他資助出售貨物的供應比例 繼續維持在70比30 按這個比例 在供應貨供應目標30萬1千個單位裏面 公屋以及六自居的數目是21萬個單位 而其他資助出售單位的數目是9萬1千個 政府已經密得330公頃的土地 以興建31萬6千個供應貨單位 是比較上一個十年期增加了4萬4千個單位 以單位數目計算 供應主要是來自新發展區和大型發展項目 多幅改劃作供應貨的用地 以及其他項目是包括粉嶺哥爾夫球場的部分用地 多幅完成檢視據房屋發展潛力的棕地群 政府是有信心和決心 在未來十年是在這些以密德的土地 興建31萬6千個供應貨單位 但也必須承認在這些項目發展的過程裏面 可能會因其他的變數而影響 甚至拖延相關的程序 但無論如何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推進